在我们右手边 上面有很多小洞 这些小洞都是螃蟹大的洞 都是天然的 我们前面这座桥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举人桥 因为他之后会到我们的 红举人宅等一下有付到的时候 再跟你们做介绍 我们前面也有大鸭之后 鸭有食药也可以喂他们 但是他们应该不会偷懒 他们通常都是岸上的 很懒的食物 这个蛮喜欢吃的 我们这支里面有一支比较特别 咖啡色的这支呢 这支呢是我们的西伯利亚驴头鸭 那西伯利亚驴头鸭呢 它是我们远居唯一一支野生的鸭子 它是野生的 只好不爱打火的 那再来呢 我们看到白色的鸭子 有分红色嘴巴跟黄色嘴巴 黄色嘴巴的白鸭呢 是我们的菜鸭 菜鸭呢对宜安贡献很大 我们宜安住民的鸭赏就是用它做的 那再来红色嘴巴的白鸭呢 是我们的红面白鸭 它就是用来做加木鸭的鸭子 那再来哦 有没有看到有一支比较没有那么白 是米红色米毛的 比较小的那一支 米红色米毛那一支是我们的 蛋鸭 它的工作呢是圣诞的 它们的床呢 主要呢是往往我们的船移中心 跟清水公园的 等一下有兴趣想要去清水公园走走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打他们的船哦 到清水公园去走走哦 我们的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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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后我们右手边 慢慢呢会出现的一栋古宅 这栋古宅呢是我们的黄渠人宅哦 它呢是清光旭时期哦 我们宜兰县地位旅 站去先生旅的房子 那原本呢是在宜兰市哦 后面一位都市计划哦 舊主它被拆掉了 我们在我们园区哦 高舊主在盖了这一栋 等一下有兴趣的朋友呢 也可以点去里面参观一下哦 虽然呢它不是武器哦 但里面呢保留很多当时的武器 那我们一般的三合院哦是敞开式的 但这边不一样哦 它把它用围墙把它围起来的 在以前老师知道打官闲邀的人呢 超级的哦 把它三合院用围墙把它围起来哦 那我们慢慢再往前一点点哦 再往前一点点呢 右手边出去呢 就是我们东三合主要的辅导哦 那我们以前哦 是一个上之流 接着我们这边的旧之流 再接下之流 后面河川整治哦 结完曲子呢 主要的水流呢 再从外面流过去哦 这边也可见我们这里面哦 乌一的 来那另外呢 我们这边 旧河道弯弯的 像一个星月的样子 所以呢 我们这边呢 又有个别称叫做月 月亮的月 月亮的月 在旁边是人家的月亮的月亮的月亮 在旁边边有点灰狗 那么如果是用这个月亮的月亮的月亮 并且现在那就行